我现在发现每次出现 入室超过一两个小时睡眠问题 除了跟喝茶以关 还有难以抑制的构思 反复周边一些文字 但有些人对茶 喝茶对睡眠没有影响 有没有不正常 茶对人的影响 心味归精 茶这事他们说是茶多酚啊什么的 其实你把这个英国给颠倒了 喝完茶以后 闻思全涌 哦天 停不下来 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不是你想 想那些事 是茶在里面 姑求你 尤其是喝一些这种 就是以前没喝过的茶 喝茶也会有耐受性 就跟喝咖啡一样 刚开始喝咖啡兴奋不得了 后来不喝杯咖啡睡不着 是吧 我现在想 我也反思咱们这茶客的事啊 古人讲这养生叫出茶淡饭 知道那么多茶 而且喝了好茶 喝不了赖茶 把自己培养的 所以混到一定阶段就不喝茶了 茶的骨子里还是寒那个东西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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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